鐵鍋下的木炭燒的火紅 鍋子上撲撲冒白煙 一大鍋滾燙燙端上桌 是店家招牌 但要點這鍋熱騰騰的 酸菜白肉鍋 客人都會先問 豬肉哪裡來的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的豬肉 是使用哪裡的豬肉 我們都是台灣豬肉 都是國產豬肉 我想要請問你們這邊的豬肉 來源是哪裡 我們都是使用台灣豬肉 都國產的 就是會特別詢問一下店家 就了解一下來源產地 店門就貼了衛福部標章 也有豬肉產地證明 知名的酸菜白肉鍋老店 台灣豬用量 平日一天50斤 假日加倍100斤 每個月用掉2300斤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 來客數少了八成 之後豬肉漲了兩成 萊豬又來了 利潤剩不到兩成 據我所知 大概一斤都大概漲10塊到20塊 成本的話 我們還是都自行吸收 看看這張菜單 港式飲茶的Menu密密麻麻 每個品項後面都飆上產地 除了台灣還有荷蘭西班牙 就有網友留言說 我的眼睛業障重嗎 菜單讓人看了實在好累 我跟妳說妳是用 淨口的還是本土的 會有客人會問 萊豬現在很怕 我現在我不要吃豬肉 利潤不好 生意不好做 因為真的時機很差 真的 妳如果說稍微看 我們就自己吸收了 不然咧 如果看他去多少 也是要堆在去 不然你成本你不符合 跟豬肉相關都被萊豬牽連 沒人買市井店家最有感 標了台灣豬 就真的是台灣豬嗎 進口萊豬的種種政策 就像基層老百姓所說的 實在有過擾民 記者蔡仲勳 蔡雙吉 林志慧 高雄某島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傳出的邀請您 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 加入會員將實質的幫助 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四百位的員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基於你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臉書粉絲